好 來看到在BA.5 現在殺進了高雄 那麼高雄造船廠員工家庭 出現了BA.5的群聚 那在職場接觸者 檢出的是BA.2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指標個案 它的職場確認者 都沒有檢出BA.5 有4個人是BA.2的 所以難道高雄造船廠 不是源頭嗎 那麼同住的家人感染 這是首見兒童感染了BA.5 小於10歲沒有症狀 小於5歲 將有出現一個 發燒嘔吐的現象 指揮中心研判 這可能是來自於 未發現的一個社區接觸 但是是家庭傳播為主 現在並沒有打消 加研防疫措施 而另外也顯示 如果說第四季的疫苗 對年輕族群持續的傳染跟重症 並沒有顯著的效果 所以現在四季並不全面來接種 好 前疾管局長 所以人就說BA.2 將會在8月底 就會被BA.5給取代 同時黃高斌副院長更提醒了 即便你先前感染過BA.2 可能還會在感染BA.5口罩目前 還是不能夠拿下 國內日前出現第一起 BA.5家庭群聚 指標個案高雄造船廠員工感染BA.5 他的兩名兒子也是感染BA.5 但職場同事四人 定序結果卻是感染BA.2 職場感染機率低 引發專家質疑染疫源頭 潛藏社區 雖然這起家庭群聚感染源仍未釐清 醫師沈正南認為BA.5在社區傳開是早晚的事 以現在2萬多例 30天後到8月底 也不會跌破萬例以下 頂多週一有機會 前疾管局長蘇一仁也推估BA.5疫情 如果在台灣爆發 最多單日確診人數落在3到5萬人左右 現在BA.5沒有大規模流行 我們就一直停在2萬多了 下不來 2萬多翻到3萬多4萬多 甚至差不多5萬都是有可能的 不過專家黃高斌指出BA.5造成的重複感染 英國報告機率是12%左右 讓台灣繼續堅持口罩及勤洗手措施 BA.5疫情影響應該不大 問題是還有6成多的未感染BA.2的人口 他們有機會感染BA.5 所以台灣的狀況跟歐美不太一樣 BA.5在社區 恐怕已有隱形傳播鏈 專家提醒高風險族群 要盡速接種第四劑 提升保護力 避免新冠病毒入侵身體 引發重症 記者王志文 陳嘉倫 台北參訪到 好 持續下來關心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指揮中心 在28號公佈了 新增是有5例的兒童重症 那麼現在兒童重症呢 總共是來到128例 那麼在中重症有143例 其中包含有62例的 MAC狀態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 有62例 以及9歲沒有慢性病史的外孩童 在6月17號確診新冠 7月17腹痛發燒 7月22號送到急診 現在進了加護病房 但我們可以看到 羅一軍表示說 現在兒童重症的病例數 整體是往下降的 雖然持續還是有出現 MAC的一個病例 但是他認為是高峰要過了 他說根據國外的研究 那麼幼兒接種一劑以上 對於預防MAC有9成以上的 這樣的效果 那現在有62例的狀況當中 打過疫苗的小朋友 只有個位數 所以他認為說 在這個8月中下旬 好之後 這MAC持續下降 但需要留意的事 可能會有新一波的 BA.5的疫情 也請家長要多加留意 停進場一大早大排長龍 有家長帶小孩來打疫苗 雖然擔心副作用 但是更擔心染疫併發重症 怕會心肌炎 比較擔心 就是比較嚴重的副作用 建議的是4到8週 所以我就拉不到 長的時間來打 不過根據機關書統計 截至7月25號 6個月到4歲 嬰幼兒總共接種了 5萬2854人次 施打率只有6.3%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 副組長羅一鈞表示 近期MICC增加 百應6月初疫情高峰 研判高峰要過了 預估整體病例 落在80到100例 但目前兒童重症 累計128例 MICC占62例 其中只有9例 曾經打一劑疫苗 在心肌炎這方面呢 尤其是男性 18歲 20歲 上下 比較小的 這種孩子們 這種心肌炎的 變發生 非常的少 最多就是一些 發燒 倦态 不舒服 專家黃立民表示 MICC跟確診時間點 有2到6週的落差 近期反映 單日確診3、4萬 時期的個案 要提防B.A.5 掀起一波疫情 應該要儘速接種疫苗 許多家長擔憂 嬰幼兒新冠疫苗 跟常規疫苗 以及流感疫苗 到底能不能一起打 醫師提醒 常規疫苗 跟新冠疫苗 同時施打 孩子可能會哭鬧 家長也心疼 可以間隔一週之後再打 也能達到一樣的預防效果 記者 林正堅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Go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GoQR Code裡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